已經有固定在做健康檢查習慣的人 卻死於大腸癌 這對我們來講是非以所思 美國的飲食其實大家都知道 非常的油 而且加工肉品也非常多 但是它卻是全世界唯一一個 大腸癌的發生率跟死亡率都下降的一個國家 事實上美國從80年代開始 他們是用大腸癌在做篩檢 所以我想篩檢是一個最有威力的一個工具 來預防這個疾病 事實上整個大腸癌的準備工作 從前兩天開始做飲食控制就開始了 蔬菜水果大概要避免 沒辦法吃 我們過去的觀察發現 做大腸癌之前五到八個小時 喝清腸癌做大腸癌的時候會最乾淨 剛開始喝的時候覺得 那個藥真的是非常的噁心 覺得很想吐 第一口的時候 那之後我覺得還好 就是鮮鹹的 就當做喝鹽水一樣 清腸好跟不好 事實上做大腸癌的時候 發現了病灶的數量會不一樣 通常清腸大概會拉七次到八次 大概就乾淨了 那你看一下馬桶裡面如果呈現像尿液一樣 淡黃色完全透明的顏色 或者是像你比如說吃了維他命B之後 去尿尿看到那個顏色 淡黃色的 或是薇大利汽水那種顏色 大概就OK可以做檢查 稍微忍耐一下一下就過去了 其實做檢查的醫師的技術 是決定你疼痛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其實我們一般的麻醉 如果在做的過程中有點不適 其實受檢者的表情會有點變化 或是會稍微動一下 那個其實在檢查的醫師 其實都可以觀察得到 所以你如果心裡是想要做檢查 又會害怕 那其實加一點點麻醉 事實上對你是有幫忙 到了到了 對這裡來了 我現在摸你的盲腸 你看這裡 會動的 代表我那次進去 現在見到你大腸最深最深的地方 檢查要做就要做 整個大腸都把它做完 到盲腸都檢查完 然後再做一個大腸 聽得很乾淨 對 那會小痛嗎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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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這樣 會這樣 就是 想上大號那種 會這樣 其實檢查過程不會太久 大概10到15分鐘 那如果有洗肉 當然切洗肉需要一點時間 時間會稍微延長 但是頂多大概也20分鐘 再檢查就會結束 一般我們會建議 如果切完洗肉之後 一個禮拜 你都不提重物 或是做激烈的運動 辛苦了 可以做起來 因為麻醉藥的關係 其實你有時候回到家 完全不記得 今天有做過大彈鏡這回事 所以你有這個注意事項 或旁邊的人 可以提醒你 當然是最好的 那另外一個是說 你可以問了 檢查有沒有做完整 有沒有做到盲腸 完整的大腸都看完 第二個 有沒有清乾淨 再來是有沒有發現什麼 重大的疾病 萬一醒過來 醫師也跟你講說 有一個很大的洗肉 不過今天不適合做切除 你改天要回門診再安排 結果你也沒聽清楚 以為做完是檢查 結果就 門診也沒回來 那裡面有一顆大的洗肉 你就白白讓它長大變成大腸癌 所以 這些大概你就要注意 去聽醫師的解釋 或者是 要主動去問醫師 一般來講 大腸癌的自然病死 從完全正常到 變成大腸癌 大概需要五年到十年的時間 這是這個疾病的特性 那也就是為什麼 這個疾病非常適合做篩檢 因為它的進展是相當慢的 所以你今年沒時間 明年再做也OK 明年還是沒空 後年做也都還來得及 但是就是不要說 一整個十年 都是一個空白的十年 什麼都沒有做 那這樣誰都救不了你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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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滅